騎士行進路口,準備右轉信六路 突然前方衝出一輛機車,逆向行駛 雙方插影撞上,嚇得趕緊按喇叭示警 沒想到逆向騎士直接下車 用身體擋住他的去路 日前基隆信一和一六路口爆發了行車糾紛 當時騎士右轉,顯跟逆向的陽性男子發生碰撞 違規騎士從車廂拿出鐵棒揮舞,還一度敲打機車 本案發生於111年3月20日傍晚 影片雙方因矽故於本市信一一六路口發生行車糾紛 期間陽性男子有持鐵棒叫囂辱罵之行為 後續警方於接獲被害人報案後 立即於當天通知陽性男子到案說明 偵訊後全案依妨害自由毀損公然侮辱等罪名 寒送地檢署偵辦 另對陽性男子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5條之行為也進行舉發在案 警方在此也呼籲駕駛人務必遵守交通規則 如果發生行車糾紛,請第一時間報警 切勿因一時情緒控管不佳 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只是按一聲喇叭提醒 逆向騎士突然暴怒 不只出言不遜,還亮出了鐵棒攻擊 男子最後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